家里有废弃铁桶的千万别扔了 只需简单的加工就能制作一台玉米自动脱离机 从此让你摆脱用手包玉米粒的痛苦 真的是太实用了 接下来就把制作过程分享给大家 首先需要一个废弃的铁桶 用工具将铁桶底部凿开 再用一块铁板按照铁桶大小画好标记裁切下来 接下来以铁板半径为长度裁切几根铁棒 焊接上去 注意看视频操作 随后沿着铁棒边缘切割出几条口子 再用电钻打孔 再把一根锣杆安装上去 下面准备两根木条 以轴承大小画好标记 再用工具打孔 再用两根短一点的木条组装起来 形成一个方形框架 把做好的木架放进桶里 再用螺丝固定好 这是需要在木架上固定两根长一点的木条 这样方便后面的安装 再把两块半圆形铁片放进去 接着用角膜机在底部切割一个口子 这就是玉米粒的出口 再安装一个出料斗 最后把它固定在一个木架上 再把一个角膜机和铁桶里的轴承连接起来 角膜机用螺丝固定好 这样一台玉米脱离机就制作好了 将玉米放进去启动后 玉米粒很快就出来了 工作效率非常高 而且玉米的完整率能达到98% 真是太实用了 有喜欢的老铁请点赞关注 每天分享不一样的有趣发明 请不吝点赞关注